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问候 亲爱的姨们 神圣的人们 当你们能看到和理解地球上当前的形式时 前方的道路就会显而易见 由于光明会对事件发生的控制的崩溃 事情正在改变 即使当他们试图维持某种类型的控制 都会不得要领 还有更大的计划到位 无论那些试图强加的人的行为 他们的意志不能阻止通往阳生的圆满结束 所以不要惊慌 不管你如何看待事情的进展 因为一切都会很好 可以听到那些面临失败的人的最后喘息声 许多人现在逃离 为了避免对其危害人类的行为负责 他们无法避免去面对自己行为的结果 因为没有藏身之处让他们可以逃避 正义就要到来 不要担心他们的未来 因为他们将获得他们所播种的一切 就像所有的灵魂将在他们转向光之时得到帮助一样 会有一个将引领你沿着通往你们救赎的道路 以及提升脱离二元性进入光之境界的计划 这些是当你自愿帮助那些被困在较低震动中的灵魂时留下的阶段 你们可能会想知道 为什么你会离开更高的境界去帮助那些似乎无法挽回的人 简单的回答是 你与他们是一体的 所有的灵魂都必须提升走出黑暗 如果他们要进步 他们需要帮助去找回光 否则他们可能会进一步陷入坑中 那里几乎不会有亮光 你的力量和经验是你成功的保证 尽管较低的震动会对你的信仰带来强烈的挑战 正如你们之前被告知 在你们的道路上 你们永远不会孤单 当你们需要时 你们的指导者会尽力帮助你们 同时 所有的开展是为了确保价值重估接近发生 可能似乎被延迟的太平凡 但要记住 在所有事件准备好之前需要做许多的准备工作 黑暗势力虽然减弱 但仍然能够拖延事件导致延迟 但不能防止最终注定的进展 你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知道在此生中 你们是否在完成的道路上 黑暗势力的任务就是测试你们 以便去发现你们可能拥有的任何弱点 然而你的人格力量 无疑会看见你通过提供给予你去维持你目光坚定的终点线 你被允许去发现更多关于你们的过去 人们正开始听到关于南极洲范围令人吃惊的发现 一座巨大的都市的遗迹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它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发现 很难被保密但巨大的力量尽最大努力来保持它不被知晓 它是一个搜寻者被带往这地方的发现 因为该是时候让人类更多的去了解你们真实历史的真相了 到目前为止 你们一直被刻意的停留在时间的扭曲中 但很快你们就要学习与你们连结一起的许多不同心计存有 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地球内部的存有 事实上你们很少有人有任何他们是存在的想法 因为到现在还没有时间向人类展示自己 然而这时刻很快就会到来 你们应该做好准备 为了与你们来自太空的兄弟姐妹的会面 在人类进化的许多不同阶段 你们都被太空存有拜访过 但他们并不总是有最好的意图 现在从地球离开的阿努纳奇 阿努纳奇 把你们留在他们所制造的监狱 并让你们去相信你们假版本的历史 现在该是学习真相的时候了 但首先你们必须被提升 人类必须在地球上创造恢复可接受的生活水平的条件 NASRA很快就会被实施 并且将带人类从黑暗时代离开进入光明 这会确保贫穷的终结 以及财富和地球资源的公平分配 地球上有足够多的财富 这些财富已经积累了许多世纪 这将给全人类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准 圣哲曼大师的功劳 能够确保这样的高标准是可以被实现的 并将在适当的时候释放资金 战争和贫困的蹂躏经历在许多国家中 留下太多需要恢复的 但随着进步将出现的弥补和复卫 会很快恢复以严重被影响的地区 在较短的时间内 所有的国家都会被塑造如新的一般 更能自己自足 而人们会摆脱来自他们所有 只是为了生存 单调乏味的工作生活 未来充满了光明 快乐和愉快的时光将被所有人所经历 再次的时间依旧在加速 同时你们之中的许多人正惊奇着 今年的时光过得有多么快速 它是振动频率提升越来越高的音症 扬声的时刻在靠近 当它真的到来时 你们将一转眼进入扬声的时箱 因为人类已不断地在提升他们的振动频率 对你们来说很快地触及这个高潮顶点便是可能的 不过也要明白在当前的时刻各种问题正处于各自持续的改变状态 也带来了预料中的困难 只是最终的决定权依旧由此宇宙的最高造物主决定 请确信扬声正处于实现的进程 且没有任何事能够阻止这早已预料的 正在发生中的最终结果 所以 请忽略阴谋集团的种种行为 他们依旧妄想着自己所拥有的权力 能够发动针对地球之上人类的战争 其实他们的实力早已被削弱 也永远不会返回到过去那样的层次 他们的时日已尽 最终将没有任何的选择只能投降 任何企图逃避公正的想法都将失败 最终他们也会从这颗星球之上被移除 只是他们的爪牙还是会制造麻烦 但他们也将被迫放弃夺取地球并削减人口的阴谋诡计 你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具有更高振动的空间区域 他们具有影响力 人们将体验到提升到一个更加平静 光更强的环境中 对许多人来说 这会是艰难的 但要记住 改变是有必要的 以便去作为实现新时代的基础 该计划已到位 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是因为要去遵循构建机快 整个世界处于一种改变的状态 对一些人来说 这可能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但随着现实事态的发展 它不会持续太久 关于当前事件的好消息 仍然在很大程度与你们保持距离 经由那些反对改变 让你们困难摆脱他们的人 你们会明白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引进这么多改变是不容易的事 然而 你们的需要就在心中 许多事将完成 以缓解现实存在的条件 这是对地球的善意时刻 人们会更加专注于拥有一个美好 和令人愉快的时间 然而 不要忘记那些仍然处于绝望和心痛中的许多人 此时许多美好的工作已经完成 在这个时候 你的慷慨大方将是奇妙的 释放旧能量 以及找到你真正的自我 作为振动抬起你的标志 你和任何其他灵魂拥有一样多的光 虽然有些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正潜力 永远记住 无论在你身上发生什么 你总是有神性火花 它永远会是如此 在你们未来的日子里 要完全意识到你们都是神的一部分 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愿你们所有人都梦想成真 为了你自己和他人 运用你的自由意志的礼物 在这个时候传播爱与祝福 对许多人来说 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机 庆祝耶稣的生命和他对每一个灵魂的爱 我带着爱和祝福留给你们 愿光明照亮你们的日子和完成的道路 这个资讯来自我的高我 我的上帝自我 每个灵魂都与上帝有同样的联系 在爱与光之中 我动会rais和他人 在爱与传播行动 我的天下 我给你一群人的家庭 你看到十分之复 至少 有一群人的族 你带来到一群人的年轻啊 我说到一群人的时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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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楽